网络上近日有流传了一篇推文 是帮深情的先生来找寻手机 引发大批网友回想 原来是一名赖先生在上个月呢 他是在师大夜市弄丢了一款 华盖黑手机 希望捡到手机的人能归还他 因为这里头是有存放他老婆深浅美丽的影像 所以他希望捡到手机的人可以还给他 师大商圈人来人往 一不小心很容易弄丢东西 有名赖先生就在买晚餐时 不小心把手机给搞丢了 发现手机不见赖先生相当紧张 沿路从师大商圈走过的店家 找寻他的手机 不过沿路找了好几个店家 赖先生还是没有找他的宝贵手机 只好上网po文请网友帮忙 赖先生弄丢的就是这只 Sony Ericsson旧款滑盖黑手机 特征是被盖有防磁贴 副皮套还可以挂在腰带上 让他相当紧张的不是手机本身价值 而是里面存着太太生前的美丽影像 还有生病时太太传来简讯说 你是我最大的依靠 让我有信心面对病魔 十分珍贵 她在去年7月因病去世 赖先生和女儿相依为命 只能靠手机照片简讯想念爱妻 支撑她继续走下去 现在手机不见后 不但上网po文 拜托捡到手机的人能物归原主 还说愿意买新手机爆搭 希望找回珍贵回忆 专层王成文杨荣 特报道